今天是《中西人民港壇》是你的講座 今天是88個 很平常請到彭耀佳先生來和我們分享講題 以整傳思考探索眾生活路和出路的時代挑戰 彭耀佳博社是生態經濟拓展社社長 前場春社社長 前場春社社長 前場春社不是社長而是董事 我就是香煤線電視 東亞衛視曾經任職 前香港無線電視和東亞衛視的顧問 自然生態顧問 我們可以上升? 歡迎歡迎文 今天我又很高興得到人民戰學會的邀請 來講一個我想是最重要的這個講題 我講題是以整傳思考方法探討眾生活路和出路 首先講眾生活路和出路這個部分 會不會太嚴重了呢? 我很怕沒有嚴重了 而是我想是因為很多主流媒體 他們不會講一些太過難聽的東西 又或者很多人他們是有關方面講述的時候 他們又不會講一些太過 那些人覺得難接受的那些 其實是指什麼? 原來是指地球 其實是面對一個生死的難關 就是地球整個生命系統 我去講 那是什麼會造成呢? 這個遲些一會下去會講的了 這裏就是我們總之知道 就是牽涉到講述到地球生命系統 是遭遇著一個是存亡的挑戰的 而且我又說這個挑戰 我發覺就是一般主流的一些 這些思考探討方法恐怕是很不足夠 就是因為本身牽涉的東西是非常之大 所以這裏就會講到的 整傳思考方法來探討 就是我本身都是搞了很多年 在這方面 都有一些成績在整傳教育那裡 就是上面有研究院 都用我的整傳教育的理論來開辦 而這一個思考方法是幾時開始 就是幾新的 就是發印在上世紀的70年代 主要就是為了去回應剛剛講的問題 就是回應眾生存亡的問題 那時主要是一些尖端的物理學家為主 也都有過經濟學家 都有貢獻了一些新鮮的主張 這個思考方法大致是包括 好像現在我們在這裏見到的東西 邏輯集合與理分析 這些本身是主流的工具來的了 不是單是整傳思考方法才有 這個是主流的思考方法和探討方法 而邏輯那裡我們要注意 其實邏輯是包括了方學方法的 因為邏輯原來有兩方面 有歸納邏輯和演繹邏輯 我一般人熟悉是演繹邏輯 就是很多時候邏輯過去講 因為演繹邏輯沒有那麼多 是講及歸納邏輯方面 歸納邏輯包括有一個因果分析 主要理論的發展人就是木立 另外有科學方法這些 邏輯其實是一種很古老的學說 即是主流的學術系統 主要都是發印在古希臘 古希臘已經有邏輯學的發展 而到了近代就將它很完整的系統化 即是十九世紀末的時候 而這個集合就是邏輯基礎 而這個羽利分析也是在十九世紀的時候發展 十九世紀末都已經發展得很成熟 而其他那些就是為何會一路 即是主流思考工具都沒有甚麼去觸及呢 就原論因為這樣 邏輯和羽利分析這些是演繹科學來的 演繹科學我們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是可以必然真的 即是我們可以經過很仔細的探索 找到必然真 即是如果我們講到這些有無真理 我們其實用這些主流工具 我們只是有兩類真理 就是這些演繹科學 數學都是邏輯、羽利、數學這些 我們可以叫真理 它是可以必然真的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所謂經驗的命題 即時經驗的命題都是必然真的 不過問題是這個經驗命題 我們看看我們可不可以傳達所謂私有 還是公有 即是我們要公有的經驗 即是一些公有經驗 即時公有經驗的陳述 這個亦都可以是必然真 即是真理來的兩圖 即是譬如好像宗教上、 哲理上講到我這些句句真理 其實我們嚴格的這些商工具來講 是不存在這些隨時可以錯 總之牽涉到有關世界的陳述 我們不可能找到絕對真的東西 除了剛剛剛才講的那些 所以邏輯和羽利 就是一路主流來講 都是拿來做一個工具 因為它是必然真 至於其他這些 就並不必然真 即是好像我講到系統思維 價值分析、直觀、感受 感受其實都可以是必然真 不過不可以傳遞 我們不可以透過語言傳給 感受那個人以外 所以這個我們都不會 將它當作是一個必然真 這些是沒有必然真 即是除了邏輯與你之外 所以以前那些人沒有什麼去加熱探討 不過到近世就不同 即是有這樣的必要 這也是因為科學的發展 我們就會遭遇到一些邏輯 會break down的情況 於是乎很多時候比較多 要使用一個所謂的系統觀 來解決問題 不過今天主要不是講這方面 譬如如果是有興趣的 想知道多些發展的過程 發展的系統無意思維 這些過程可以聽回 我上一次也來這裡講到 如何解決香港的問題 可以聽聽開頭也講到這裡 這裡就不會再重複 不過有些會重複提提 就是這些思考工具都是西方發展出來的 但其實那個發展其實不是全部西方 而是引入了一些東方式的思維 主要是來自佛家和道家的思想 所以很多時候 譬如在香港幾十年前 也開始有人去推介這套 整傳的思考方法 他們很容易就會這樣 即是批評邏輯集合與你 那些問題不足夠 會一開始又講直觀這些系統這些 但我說這樣一個推介的方法 在西方社會是對的 但原來中國人社會很有問題 這也是我們發覺在這幾十年 也造成了一些 所謂心形綠色運動的大問題 就是很容易 中國人就會否定邏輯與你作用 他們覺得這些不好用的 直觀就可以了 即是用中國傳統那套思維方式 這肯定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原來中國人的一個思維的特點 中國人是不推理的 即是傳統上現在受現代學術訓練那些 又不同 即是傳統那些他們不推理的 就不講夠邏輯與你 他們講直觀的這樣 所以如果我們在開始 即是向中國人推介這些方法 我想應該是先推介學好邏輯與你 然後才再去學回老祖宗的一些東西 我又可以看一個事例 在一些綠色運動的時候 有時你會聽到一些名嘴去推動那些人 都是養寵物 養狗 尤其是養狗 有六名嘴中 又抱著一隻狗 即是當年 那一種養狗是好的 好在哪裡 即是培養人的愛心 所以對動物的愛心 所以養家多養寵物 就是好的 於是如果我們只從一種直觀的思維來講 那是有道理的 即是立刻於是乎 我們只是靠直觀 是我們親動物 親隻狗就是親動物 親動物就是 跟著我們就會親動物都親了 大自然就OK了 這個就是一個純粹的直觀 但其實我們可以這樣看到 我們只是純粹靠這個直觀 完全是不足夠 原因在哪裡 原來上星期才是英國衛報 講回養寵物的問題 即是原來很大件事 即是一個環境的大破壞 為甚麼呢 原來寵物都是要吃東西 寵物吃的東西 就不同大自然裡面的野生生物 大戰的野生生物 其實是跟大戰有互動的循環 它吃那些東西 跟著它就會撒一些東西出來 變回土壤的養分 於是它周圍吃的東西 又會因為那些養分 又會繼續生到它吃的東西出來 造成一個循環 但人養就不行 人一定是來自耕地 而且不只耕地 都已經看過一些研究報告 英國 即是拿英國 因為那個研究 只看英國 英國 它們那個食 寵物吃的糧食佔了全部四成以上 換句話 寵物吃的跟人吃的差不多 結果人需要的耕地 無緣無故多了一倍 這個耕地說是有著 耕地即是你問一些生態學家 也知道 即是一個嚴重的生態問題 就是我們叫生境喪失 還有生物多樣化的喪失 這個耕地都是一個破壞者 即是現在人類太多耕地 耕地如果少 就不知道會造成這個所謂生境喪失 但因為現在是太多 即是已經超過了三分一 地球的地是變了耕地 所以它就成為一個環境 一個很大的破壞力量 即是它是一個第二大的一個環境問題 第一就是這個全球暖化 第二就是那個生境喪失 而生境喪失也都是導致生物多樣化的喪失 所以這個於是從這個看到 就是當這些就是我們說 這些就是邏輯與你剛才講到的 但這些都是很客觀的 即是不是很可靠的東西 即是得出的結論 所以於是乎我們發覺 加了這些邏輯、科學方法 去探討 就是發覺原來不是這回事 原來不止這樣 跟著正有就是那個立論 都是很有問題 就是那個立論就是扶寧愛心 這樣 但原來我們發覺 很多窮凶極惡的人 他們都是很喜歡很疼狗的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希特拉 希特拉就出名很疼狗 但我們知道希特拉是窮凶極惡的人 發動這個戰爭 對環境的破壞 更加很難計數 這個嚴重的程度 變成這個 當我們用這兩個施口工具去看的時候 發覺站不住腳 這只是古蘭養寵物 其實還有我還未講完 還有就是你全國的意識 和公眾收受的觀念是兩回事 有時我們去做社會運動 我們只要看我們推出來的東西 公眾是怎樣收受的 原來寵物就是一樣東西 可能你是想著養狗、養貓 培養外心 但到公眾的層面就不同了 於是他們有很多商人去賣寵物 他們就會只賣貓、賣狗 都不夠 我們當然要有些辦法吸引一些 不如繼續買 不然買一隻狗回去十幾年才再買 我會做少許多生意 當然最好是做多些寵物出來 所以於是那些稀有品種的東西 收生物就遭殃了 結果很多稀有品種被人捉去 就當寵物賣了 所以這個我們不能夠脫離了 邏輯宇利外子是說 邏輯宇利是定不足夠的 我們千萬不要有個想法 這些是沒有用的 總之我們靠直觀感受就可以了 這個是絕對錯 這個也肯定不會是整傳思考方法 我們指一個說 邏輯宇利是有時候不足夠 我們要加上 或者稍後會講到一些 系統、價值、直觀等工具 我們要看一看 就是現在立刻一個例子 就是總之向中國人推介這套思考方法 先教好邏輯宇利 然後再教其他 我們可以拿回歷史上一個例子 來看這個就是 戰國時代 公孫隆 唐春的一個白馬飛馬 在中國人社會結局 可以論了幾千年 是不可以有定論的 但如果我們用邏輯宇利的工具 又不同 其實五分鐘就已經可以看到了 是怎樣 我可以 現在可以看看 就是白馬飛馬 原來我們這個詞 是有些不是很確定的意義在這裏 我可以用符號來看 原來有兩個可能的解讀 其中一個就是這樣 意思是白馬這個集合 並不等於馬這個集合 就是這樣 當然 因為馬就不止有白馬 有黑馬 有啡馬 也有啡馬 就是很多種馬 這個集合 就只是白馬 不包括其他 所以 這個並不等於的 所以我們是白馬飛馬 我們講成 在這個來講 依說乎 在邏輯來說是對的 這個說法 這兩個集合並不相等 不等同的 不過這樣 這個說法 不僅只有這個解讀 其實一般人都會覺得很怪 怎麼會不是 白馬不是馬 白馬明明是馬 這個說法就是不對 原來這個解讀 是用了一個集合 一個大一點的集合 和一個子集的觀念 我可以寫成這樣 即白馬並不是馬的子集 如果我們這樣講 這個當然是不對 在邏輯上 就會不對 這種說法 即白馬肯定是馬的子集 即馬有很多子集 在裡面 有黑馬 有白馬 有啡馬 有斑馬 斑馬原來又不同 所以這個 於是乎 我們說 其實不只是靠邏輯集合就夠 我們只要有一種工具 叫做 語理分析 在語理分析來講 原來我們不能夠說 斑馬是馬的子集 就是這樣 如果純粹和字面 有斑文的馬 斑馬 白馬、黑馬 斑馬都是馬的子集 但原來 這個 即是我們原來 就是要看 我們所謂 語理分析 在語理分析來講 原來這個說法 都是不對的 在語理分析 原來語理分析 就是 好像剛才說 斑馬的問題 就是原來 斑馬是另外一個 所謂species 即是另外一個物種 變成我要看 是不是他的子集 要看生物學上的分類 所以斑馬就不算是馬子集 而另外 這個白馬飛馬 原來我們是不應該理解成這個 什麼原因 原來就是要加入 語理分析 語理分析 原來我們有一個 一個陳述 或一個命題 或者一些詞的意義 原來我們要根據 這個所謂普遍使用的規則 我們不是根據陳述的命題 那個句子的構造來理解 要看大眾或者普遍是怎樣使用 原來當我們這樣講 我用一些集合名稱 你講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白馬飛馬 是講的 它不是它的指集 我們這個理解是抵觸了 就是語理分析 裡面的 rule of common usage 所以在語理分析來講 所以在語理分析來講 就是這樣 最後我們要看語理分析 我們不可以純粹看邏輯 當我們看 rule of common usage 這裡 我們就會明白 其實我們一定要 stick to 這個所謂普遍使用規則 而且這個也是 其實很多那些語言藝術家 他們其實都是時常玩這個遊戲 他們不跟那個普遍使用規則 其實我們去踢爆他們 這些語言藝術的時候 我應該就是最好 就是抵觸了這個 rule of common usage 這也是 我們如果白馬飛馬看成 兩個不對等的集合 那是抵觸了這個普遍使用規則 我們應該看白馬並不是馬的指集 應該這樣理解才符合普遍使用規則 於是乎當我們用這個工具的時候 於是乎的辯論很快可以完結 這裏也就是說我們要了解那個邏輯 以及語例的作用 好 這樣 接著我們可以看看一些其他的思維 我們說系統思維 應該是主流之外發展得最多 和最成熟的一套的效法來的 就是一個系統思維 或者有時候一個系統觀 當然好像其他這些就是會這樣 為何我們又要加入 仍然有這個邏輯與你 我們說這些其他的思維工具 並不必然真的 就是他們是有機會會出錯的 很多時候我們就需要利用 邏輯與語例的工具 來檢視推政的過程 有沒有出問題 這個系統思維的發展就是 源自於這個應該是 就是世上第一套的生態科學 就是第一套是第一套 上第一套的系統科學 就是這個生態學 它其實就是最早的一個系統科學 它就是我們看到很多子系統和元素 如何交互作用 就是他們交互作用 形成一個弘大的系統 跟著我們就有所謂無意思維 無意思維其實就不是新的東西 這個剛才可能都說了 其實那些大師上家 都是用無意思維的 就是他們能夠怎樣 很多時候 就一早就是講到一些東西出來 原來後來又講得對 其實它是用無意思維 所以它就不新 不過現在就是加以系統化 整理好 南日埋去 我們好像現在有關眾生末路 和出路這個論題 最早看到這樣的問題 那個思想家就是這個凱德格 他就是在這個主流工業社 還沒有明顯的環境問題出現的時候 他已經提出了警告 他有一本是講科技的 凱德格就是上個世紀初 一個存在主義的思想家 他就是其實他之所以 即是能夠已經一早就看到 今天那個警況就是無意思維 他就講到就是這樣 即是說這個科技 人類的使用科技 即是在那個機制上面 和大自然是格格不入 即是說大自然在人的眼裡 就是浪漫思議的 就是並不公利的大自然 但是人的科技則是公利的 這兩件事是格格不入 而人作為一個操控者 而且會一直發展 最後會是令到自然系統又會崩潰 這個就是一個無意思維的一個 就是典型的一個例子 而且他可以在環境問題 未浮現的時候 已經提出了警告 跟著我們說 但是凱德格就是他 他的本書訂出來 並沒有引起社會上的漣漪 就是可能因為存在主義思想家 他又是很不講究邏輯與理這些 可能就會不容易得到社會上的重視 而是到了德國存在主義 衛曹卡迅在1962年 他的直證的春天 於是才激起很劇烈的迴響 那時候人們才醒覺到環境問題 是不得了的 就是這樣 跟著就是一個直觀 直觀其實就是我們想到的很多東西 其實就不是可以根據邏輯 與理的推演就可以拿出來的 就是一個最經典的就是愛爾斯坦的相對論 就是它發覺光的速度 光的傳播速度是所有速度的上限 就是這些東西不可以快過光 其實它這個 它是有一個實驗的根據 就是原來就是有 先前就有這個 米高信莫尼的一個就是量度星光 那個實驗的就是用光涉移 量度星光的光速 星光的速度 我們發覺在盈著地球的光 和那些星光的傳來的速度 和在跟地球運行的速度相反的那些星 它傳來的光 原來是達到那個 迎過來的速度是一樣沒有分別的 如果我們是從一個邏輯的角度來看 issue是一個解決不了的問題 所以當時也有很多 諾論者國提出了很多的東西 但是愛爾斯坦能夠爭取一個 這樣的conclusion 就是原來光是一個宇宙 裡面的東西運行移動的一個速度的上限 這個意思其實就不是靠邏輯來推出來 變成其實它就是一個直觀 即是說這個直觀 很多人會解釋有時可能因為不意識思維 諸如處女或一些很神秘主義的 但是不管怎樣 總之我們不是經過一個邏輯 模擬這些推理程序拿出來的 就是這樣一個直觀 接著我們還有一個感受 感受原來牽涉到我們所謂價值 原來就是 即是說 好像中國傳統的議題 那些男人娶老婆 即是說娶妻求淑女 不在美女 不在美女 這個變成了 我們有一個 於是乎的時候 都是在很多這些 中國的男人 可能會遲到一些內心的爭鬥 我娶老婆 現在有個美女 不過她好像家裏說她不太延熟 另外有一個 我對她沒有什麼感覺 那個女人家裏覺得好 叫我要娶那個 那怎麼辦 所以這個 其實我們 就是這個抉擇 這個只是一個其中一個例 其實我們人生裏數不到 其實不止人生 只是社會各方面 我們都是有一個價值 原來這個價值 就是一個argument chain 它是一個最頂 在最常 其實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argument 就是為了去serve那個價值 於是乎我們 可能作這個議論的時候 於是乎 我感覺都是那個美女 很緊要 這個呢 這個嚴肅 我沒有feel 我都跟她在一起 我沒有什麼feel 我嚴肅 但我都不覺得有戀愛 其實我們那個決定應該怎樣呢 其實會變成在那個感受上 所以那個感受 那個狀容是很重要的 就是它是顯示到 那個價值的判準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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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了 你可能最後 你選擇取一個沒有那麼嚴肅的 不過有feel的 你會這樣想 那裡 也有些人有別的想法 那裡 這個 我可能我feel到 以後 這個 原妻娘母 很省家 很快就崩了一層樓 那裡 那兒子讀書 我便少得痛苦 我將來結婚之後 這又是一個感受 即我結婚之後 要面對的東西 那個痛苦 這些 排米油鹽這些 這些 變成這個 我去取什麼 就是這個感受 因為很重要的決定 另外就不可以純粹 就是用這個 這個機制推演 邏輯這些推演 可以得到的 那 我便 不會全部都介紹 只是拿些來簡介 因為整權 sale方法 系統是很狂雜的 其實裡面 還有非常多 一些technical的東西 現在只是 不斷介紹一些 就是讓大家有 概略的一個認識 那 如果 沒有問題 我們便下去 到處汽污 剛才我講眾生的末路 其實就是講地球上的眾生 其實就是生命延續系統 或者是生命延續系統 現在是遭遇到 全亡的一個威脅 不單止是劣化了 是全亡的威脅 但是新聞不是這樣說的 我聽到現在是劣化 於是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就是溫度高了很多超級颱風 因為颱風就是海水蒸發的時候 那個動力會大了 推了那個風力強了 也不會死掉 跟著還有就是 氣候極端化 就是產糧就難了 糧食會貴很多 跟著水平面上升 染浸很多地方 於是出現很多嚴重問題 耕地都會喪失 就是水位上升 傳媒是講這些 但其實原來 遠遠不止是這樣 今次這個湯就會詳細講解 為何會原來嚴重很多倍的事情 甚至很大機會 一個眾生的存亡 在科學家來講 剛剛因為月前才有 一群國際上一群權威的氣候學家 又提出了一個警告 不解決全球暖化的問題 就可以玩完 即是我們的生命延續系統 即地球會變金星 地球變金星 其實在二十年前 霍金已經提出了警告 現在這些氣候學家 已經confirm了他的講法 所以我現在會開始講一講 為何全球暖化 現在很多時候是說成氣候變遷 遲些會講為何這是一個非常不適當的 term 所以我一定會講回全球暖化 原來有個權威的地球科學家 最權威的那個 他說應該叫全球熱化 他說暖化都不太適當全球熱化 這個我們不說是用回 多些人用那個 term 全球暖化 首先我們有一些基礎物理的形式 即物質和能量是守行的 即是說怎樣守行 你知它不會無緣多了 不會無緣少了 能量又不會無緣多 不會無緣少 好像這個又抵觸 奧因斯坦的相對論 奧因斯坦就說物質可以變能 能又變物質 現在不是理論 現在根本已經不太知道 能可以變成物質 物質變成能更加不用說 已經在用著 即是核子彈、發電、核電廠 就是物質變成能的實例 但即是說 這個原來是這樣 即是說 其實這些能變質 質變能 它是在特殊的情形之下 即是一般情形之下 能又變不到物質 即是說能會變成物質 其中一個很普遍 我們認識的一個情況 叫做 pair production 即是一對的光子 它經過一個很密集的物質場的時候 它會變回一個電子和一個正子 於是乎 這個是能變物質 我們知道的東西 但是 這個就不是普遍 即是說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能量是守衡的 甚至即使我們在社交相對論 不過物質和能量加起來 都是守衡 偶然特殊的情況 可以質變能 能變質 所以我們在日常生活 或者大範圍大規模的量度的時候 我們都是看成能量守衡 原來地球都是這樣 它原來都是會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就是基本上地球最大的能量來源 就是太陽 即是每日它有一個很大的面積 就是太陽光曬下來 就是這樣 這些輻射能 就會轉變成一個熱能 這樣 我們說如果地球不放一些能出去 它就會積聚在這裡 就會越來越多 這樣 原來就是這樣 地球就是有幾套模式 將這些能量釋放出去外太空 首先射進來的陽光 就不是全部都會變光熱能 它就是譬如冰雪表面 它會一半以上55%左右 即是彈出去的 即是45%轉變了熱能 但射在海洋又不同 射在海洋因為那些光 可以一直深入去很深的地方 那些海水都是可以吸收了那些光能的 所以原來海洋 還會吸了九成的太陽射下來的能 就只有一成反彈出去 即是表面那裡反射出去 如此類推 總之我們地球的表面 即是樹林兩成左右的光 反射 我會計算 原來地球只有一個 除了剛才講到的物質表面反射的光之外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叫熱輻射 我又有一個叫熱輻射這個觀念 原來我們任何物質都有輻射 輻射其實就是變磁波 即是我們可見光 可見光就是一種變磁波 電磁波即是空間變長 和磁場的大小交替變化的傳播 我們可以馬上拿回海波來做一個比較 比較比論 海浪就是海面的高低起伏 那個變化的傳播 就為之海浪 而電磁波即是其中一個就是光波 就是空間的電場磁場的大小變化的傳播 不過原來有很多東西 我們以為是另外一些東西 原來都是電磁波 即都是可見光的那些東西 譬如我們照X光 或者一些輻射 危險輻射加碼射線這些 原來都是電磁波來的 甚至我們的手機 收發一些無線電的信號 都是電磁波 不過它們的分別就是頻率的大小變化 譬如好像X射線加碼射線 這個又高頻過可見光 而微波、無線電波這些 是低頻過可見光之類 即我現在明白了什麼叫做電磁波 而這些物體 它會有些電磁波發放出來的 所有物體 這些發放我們為之叫做熱輻射能 這個熱輻射的頻率 於是我們說頻率 原來就是看物體的溫度有幾高而定 即是溫度高些 它的頻率會高些 溫度低些 它的頻率會低些 原來地球就會有熱輻射 就是因為地球表面有200多K的溫度 它會有熱輻射發放這些低頻的電磁波出去 排太空 它又會一穿過大氣層才能出去 但是它穿過大氣層的時候 有些物質可以吸收一些能 不是全部地球的熱輻射電磁波都可以出外太空 二氧化碳就是其中一種 它會吸收這些熱輻射能的一種氣體 所以我們看回地球 原來就是有一個熱平衡 就是你剛才說了太陽射進來的光 就是主要的來源 然後我們就有地表反射 又射出去的能量 然後還有地球的熱輻射 又射出去的能量 於是地球要收之平衡 即是地球在熱能這裏 否則它的溫度要一直持續升高 或者持續下降 這個要收之平衡 原因就是剛才說了 就是因為能量是不可以創造 亦都不可以被毀滅去守衡 就是這樣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說這樣 就是二氧化碳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 它有沒有什麼功能 在地球的熱平衡裡 它原來有一個很大的功能 而且它是生命延續系統必須的東西 它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太陽射進來的光 原來大熱層它就不會吸 不多吸到它們的能量 因為頻率不同 就是二氧化碳都不會吸太陽射進來的能量 就是這個碳的作用 碳吸了這些熱能 結果它的溫度高了 它就會傳回去給大氣層的其它空氣分子 所以它是令到大氣層 是維持在一個適宜的溫度 所以大氣層之所以 只是一個宜人的溫度 二氧化碳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沒有了就不行 不過現在是這樣 現在經常新聞都說要減碳 就是太多二氧化碳排出來 就是為什麼又說有需要 這個我又要有一個概念 我要留意 就是自然界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講平衡的大自然 就是某些東西它不是本身是需要還是好 而是太多太少都衰 它剛剛線就好 就是這樣 二氧化碳就是這樣 原來二氧化碳 它剛剛線就可以維持到 大氣層在生物儀妻的溫度 我們知不知道究竟多少是對的 原來有的 就是科學家 原來可以量度到過去 至少幾千萬年的大層溫度 它為什麼可以量度到呢 原來因為那些冰母 極大的冰 它一結冰的時候 它不只是水變了固體 而是它會周圍空間 那些氣體會 結果會藏 成為氣泡 藏在那些冰那裡 所以那些科學家 它只需要畫以前的冰層出來 它就可以知道那個時候 那些溫度 和二氧化碳的含量 都可以知道 於是科學家 看回二氧化碳的含量 原來過去一百萬年 都不會多過280的PPM 有很多時候會更低 最高都是280的 總之就是 那怎樣為之280呢 PPM就是part per million 那就是數particle 即是數空氣裡面的 空氣粒子 那就是每百萬個 就有二百八十個 二氧化碳的粒子 這樣就為之280個PPM 這個這樣的數 就是我們原來大自然 一直都是維持著這樣 而是直至到 就是這個兩百年前開始 就是人類的工業革命 就是燃燒發射燃料多了很多 很多碳 多了很多碳排放出來 我們就發覺 就是在1920年左右 那個濃度升到300 高過了以往 就是有過去幾百萬年 最高的二氧化碳含量 就是1920年超過 還有為何要特意講這個時候呢 原來就是因為地表的平均溫度 現在我們講那個 就是地球表面的平均溫度 講表面的 也開始是持續上升的 就是由1920年 所以我們看到300 這個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如果你 照道理 應該低於300 那個溫度 又不會上升 高於300 那個溫度又會上升 這樣 不過就 在美國有很大的 就是都是推動 解決地球變化 做一個叫350 我告訴我 我恐怕它可能 因為以前成立的時候 還不是很清楚 它們覺得 將那個濃度拉回到350 PPM就可以解決到 應該不是了 因為350 就是60年代 70年代那時候 它的濃度就是350 那時候 就是那個氣溫 已經一直持續上升 幾十年了已經 應該就是 我們看回整個曲線 應該是1920年 1920年之前的溫度 就沒有一個上升趨勢 就是有 fluctuation 就是有上上落落 但是就沒有持續上升 過了1920年 溫度又持續上升了 這裏我們可以看到 但是我們 還有一些更加客觀的證據 就是說 我們將兩條曲線 就是一個溫度的曲線 和二氧化碳的曲線 拍起來 它是同步變化的 這個就完全吻合了 師傅說到 就是邏輯 原來是有歸納邏輯的 邏輯不止是演繹邏輯的 歸納邏輯是符合了 就是Mu 就是穆勒的那個因果分析 它那個所謂 concomitant variation 就是說 A大B大A小B小Random 這視乎A就是B的因 這裏我們在看曲線 就可以發覺它完全吻合 這個也是 好像以前 哪個拍了一齣電影 拿下會議獎的哥爾 他也有展示了曲線出來給大家看 是同步的 就是兩者 所以這個就很肯定的了 我們已經不計 這個肯定就是 實驗室一定會做了 實驗室做了 就是可以 引氧化碳 可以吸地球而輻射的熱能 而我們也有這些 過百萬年的證據 所以這個是非常之確定的 就是不同的 特朗普那些謀臣 特朗普那些謀臣 又說不關事 這個是完全違反科學 就是可能它直觀 就是我們說 只是靠直觀不行的 我們所以一定有邏輯與利 就是來到做這個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就要我們想到一些東西出來 要靠它來檢視有沒有搞錯 這個肯定搞錯 因為是很確實 不過是差 即是說是未曾證明的 即是說在科學上是一個很原備 即是沒有證明地球 我們要找另一個地球去試 是否這樣 只是差最後一步 即是說是一個很完整的科學理論 另外除了我們法國現在的地球的溫度 就是因為那個魚肉反向的濃度 一直這樣上升之外 還有我們還有一個 原來有一個叫做 可能你以前盧冠廷那十多年前 在Roseau經常出了一個有出片 叫做救亡十六度 這個十六度 只比剛才講到 即是地表平均氣溫 十六度是上限 即是我們一超過就不行 怎樣為之不行 這個電法 原來就是這樣 我們不超過十六度的時候 我們可以拉低二氧化碳濃度 從而拉低地球的平均溫度 就不會太高 但是如果超過十六度 原來是不行的 即是超過十六度 即使你收回碳回來 地球的溫度都會繼續上升 所以我們說這個是救亡十六度 就是科學家講 這個名稱是Point of no return 即是這個是不可以走回頭的 因為怎樣了 於是我們說這個地表溫度 是一個雙韻泰系統 即是一個Double Stable的System 雙韻泰系統 原來我們經常會遇到的 就是我們家裡家居很多 就是你們那些開關制 其中有一類就是雙韻泰系統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開關 那這個開關呢 一邊就是On 一邊就是Off 一邊就是Off 這樣吧 你發覺我們 我們不關這個按鈕 我們不關到中間 鬆手它就會彈回原來的位置 這樣呢 它就是 即是我們不會太去到中間 但是如果我們 我們拉到剛剛一個中間的時候 那我一鬆手它不會走回來 它會去了Off那邊 如果在這個圖那邊 這個我們叫一個 一個Bistable 這樣為之 Bistable 這是雙韻泰 地球的溫度也是 即是如果你不超過16度 當然我都會有很多爭論 比較多現在說 沒有16度那麼高 即是15度多 就會到Point of No Return 這個中間的位置 就為之叫Point of No Return 即是說你一過了 它就會走到另一邊 地球的表面溫度也是 即是如果你一過16度 它就自動飛到另一邊 它不會… 即是你縮手它都不會回來 這時候我們說詳細的機制 為何會這樣 即是我們想了解 為何過16度就不行 原來就是這樣 原來我們說 就有很多叫做正回輸的現象 甚麼叫正回輸呢 即是地球的溫度升高些 升溫的傾向又強些 這樣就為之叫正回輸 有一個叫負回輸現象 即是地球溫度升高些 它升溫傾向又會更少了 這樣就為之叫負回輸 但我們說原來 原來我們的地球 就有些機制 是正回輸的機制 想像現在 新聞經常見到 就是很多山火 全世界很多地方 不斷燒不斷燒 這就是一個正回輸 為何正回輸 即是說這個山火之所以 所以這麽頻盈 就因為地球的溫度升高了 升高了之後 就令到那些樹林乾燥了 因為高些溫度 那些空氣容納的水分 是多了很多的 它令到它那個所謂相對濕度下跌了 即是或者叫乾燥了 乾燥就容易燒著了 但一燒了這些樹林 結果吸炭的機制又會少了 原來地球的平衡 它是要 又要 一方面它又會有些二氧化碳排出來 另一方面它又要吸回一些二氧化碳 下去的 那就是這個樹木 就是其中一個主要的 吸收二氧化碳的東西 那就是你燒了樹 沒有了很多樹 這樣就是吸炭的東西就少了 結果它就會令到 升溫的傾向更加加強了 現在那個山火正回書已經出現了 就是山火出現正回書 正有原來山火不是最得人驚 最得人驚未發生 原來就是這個我們叫做 海底水合甲園湖 原來我們海底是有所謂水合甲園 現在新聞的時候賣叫做可燃冰 就是這樣 其實是甲園來的 不過它每一個甲園分子 就貼了幾十個水分子在那裡 貼了那些水分子 它就會令到它是重過那些水 它就會 當它落在一個海洋表面的時候 它會向下沉 沉一個海洋的底 很多海洋的底有水合甲園湖 但是搬海洋的淺海底是沒有 因為它是壓力不夠高的 即枯不住那些甲園 要好心海底才有這些水合甲園湖 這些水合甲園不會長期 即是大層裡面不時有很多甲園產生 譬如沼澤地 尤其是沼澤地 即是生物的菌 在一個我們叫無養呼吸的狀況 放出甲園 甲園在大層飄下飄下 那就是會長期以來 一直會積聚了很多這些水合甲園的海底 有水合甲園湖 但是現在我們說 這個問題 這些深海海底的甲園 都未知道會大量走出來 最令人怕就是北冰洋 即是這個北極地方 這個北冰洋原來淺海底都已經有 它為什麼呢 因為它冷的原因 所以它就不需要很大壓力 都可以固住甲園 我也知道冷熱就是那個分子的震蕩 即是那個Random Vibration 它冷了那個Vibration 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不用那麼高壓力 它都黏住在那裡 所以現在很危險就是 那個北極的海底 另外還有極大的方圓 即是那些就是所謂永久凍土 這兩度現在已經開始 就很多甲園釋放出來 但是現在還未到到爆炸式的 這樣將那些海底的甲園糊釋放出來 但是現在開始而已 所以現在你在北極的地方 即是早幾年都已經開始有報紙買 即是你發覺忽然間有個大洞 那樣 其實就是因為裡面出現甲園爆炸 爆開一個洞 這個甲園會噴出來 這裏就是科學家估計 如果過了16度 就會控制不到噴法 就會令到那個甲園的濃度會急速升高 原來甲園這件事 它是一個溫室氣體 但是它給養化碳的吸熱能力 原來是高很多倍的 是高幾十倍的 但是就是因為這個甲園 它逗留在大洞的時間 又不會太久 所以 通常科學家計一百年的時候 那個吸多少熱呢 來做比較 它是二氧化碳的二十五倍 這個吸熱是二氧化碳二十五倍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甲園 如果是很大量在大氣層 就不行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是這樣 如果是太大量在大氣層 它就不會走 現在我們說這些甲園 平均逗留在大氣層是十年時間 但如果它的濃度高 就不止了 原因在哪呢 原來它會撞到一些 我會叫做OH離子 原來那些空氣 那些水 它不是一定是H2O這樣存在 它是H3O 有些是H3O 有些是OH 這樣 這樣 就是有兩類離子 如果OH離子 一撞到甲園 它就會分解它 所以 甲園就不會長期逗留在大氣層 但是如果高了 又沒有那麼多OH離子 撞到它 所以它的逗留的時間又長了 所以於是乎 一加減 會利害很多 所以現在科學家 非常擔心 就是這種的正回書 這張正回書 就會令到地球的1.16度 所以幾年前 有個巴黎協議 它都不是說16度 都沒有受到 它說要限制在15.5度 它就是因為 其實這個16度 是一個很複雜的計算 計出來的結果 就是不同的實驗室 不同的前設 得不同的結果 所以這個穩陣 我們應該是說15.5度 所以巴黎協議 不要超過15.5度 但是我們發覺現在 就是15.2度 現在已經 即是剩下0.3度 還有要留意 即是說 原來15.1度是一年 幾年間已經升了0.1度 未來的上升會越來越快 這一定是拋物線的上升 它不是平直的上升 所以現在是一個非常急迫的救亡時候 就是這樣 不過我現在當是16度 就算我們要不要多於16度 這也是非常難達到的 而過了之後 就是甲苑的濃度會失控增加 如果多得很厲害會有什麼後果出現 就不單止地球失控升溫 原來在這個 即是二碟幾 即是一些地質年代 應該是二、三億年前 即是那時候 二碟幾的結束 就是原來就是為了一個 叫這個 就是因為這個甲苑的全球的大爆炸 而結束的 那一次造成了Mars Extinction 即是其中一次的Mars Extinction 即是地球出現過五次 即是現在科學家說 現在是第六次正在進行中 現在是第六次 有一次的生物大絕滅 就是由於地球大層的甲苑太多 出現爆炸 即是整個地球燒著爆炸 即是地球的溫度會一直升上去 即是這個 即是不要說它會爆炸 即是就算是 濃度很高的時候 地球的溫度會一直升上去 即是這個一升上去的時候 就很難停得的時候 它會到到什麼溫度才會停呢 不過套落有個樂觀點的說法 套落就是最權威的地球學家 原來他救過地球一次 就是發明了一個Ozone Counter 令到即是發現到地球大層穿洞 受養層穿洞 這樣就救回 它是樂觀點 它說原來有另一個溫度 即是好像剛才說的雙溫度 即是說 即是說 即是這裡 即是說 即是這裡 你一改了它會跳過來這裡 這樣就變成金星 這樣就變成金星 不過套落它就樂觀得多 即是套落它就說 這個應該是差不多 套落就樂觀點 即是說地球會高10度到8度 但如果高10度到8度 即是絕大部份的地方 都是不適宜人居住的了 即現在沙漠地方 即是會變成超過高的廢點 有很多地方進去 只剩下很少地方是適宜人生活的 所以現在面對那個 所謂我們講的眾生的末路 就是這個全球暖化 可以導致有可能變成金星 即是表面是三四百度的溫度 它就不會上升 為什麼呢 原來地球的熱輻射傳出去又會高了 因為你剛才說了 就是你輻射出去的那個 那些熱輻射的頻率 你看回你的溫度 你溫度高了 頻率又高了 頻率高了 它帶著那個能量又高了 結果它帶走多了很多能量 又會平衡 就是這樣 但是沙漠就說不用太害怕 即是上十度而已 因為原來沙漠就是 他最權威地球科學家 他對於地球的歷史很熟悉 他說原來二千萬年前 地球出現過類似的情形 也都是因為焚燒化石燃料 導致二氧化碳超標 超標的情況和現在都差不多 為什麼那時候會燃燒到化石燃料 那時候沒有高等生物 即牛不會懂得消化石燃料 原來就不是 是因為有超級火山爆發 怎麼為超級火山 即是現在我們有太平洋環大 那些火山是最普遍的火山 即是在菲律賓、日本那些火山 那些因為海洋板塊 撞了陸地板塊形成 另外只有一種大洋中脊火山 即是夏威夷、冰島的火山 原來只有一類 就是地球內部的地板 它有些地方 它的地板會在那裏 即是對流的情形 在那裏對流走上來 原來就是壞和明州那個 黃石公園 原來那個就是一個超級火山 那些超級火山 它說以前這些超級火山爆發過 那一爆發它說 就是將石油層爆爛 所以就是將油層裏面的油都燒 所以就出現了 好像現在 它說現在就是2000萬年前 它說那個溫度 不過原來不會因為這樣變禁性 它說高10度就會穩定 它說要經歷30萬年 才會跌回到正常溫度 那就是30萬年 就是地球生物的作用 就是很多那些樹木植物 那些自形組菌 吸回所有碳出來 它就正常回來了 所以現在大... Anyway 總之現在我們遭遇 一個滅頂的危機 而且這個危機是很接近的 因為現在是15.2度 我當它是16度 也只有0.8度 而且過去幾年已經升了0.1度 所以這個是非常急迫的一個危機 不過這樣 那些所謂climic denier 就是青青那些 就是擁躉 提出一個論據 喂 你們搞錯 原來地球以前都試過高於16度的gameway 原來這是真的 原來這是真的 地球以前地表均衡曾經是高於16度 那你不用怕 以前都沒事了 現在都是沒事的 可能有些新現象 你不知道到時出現了新現象 就沒事了 其實這個說法 是一些我們叫半桶水的認識 即是對地球科學的認識 不夠全面 即是支跌 支跌不支跌 原來地表的平均溫度 就是現在量度起來會低很多 為什麼呢 原來因為我們的南北極 都是被冰雪覆蓋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來是這樣 因為我有一個基本認識 即是所謂大陸飄移 這個現在不是理論 現在證實了 現在有GPS 現在證實了 它是去飄移的 即是說南極大陸 它不是經常都在那裡來的 即是幾億年前那裡 就沒有大陸在那裡 而北極呢 怎麼想北極都是海洋 但北極原來 以前就沒有阿流辛坪 都爛在那裡 如果沒有這些大陸閘在那裡 沒有那些島嵐在那裡 會怎樣呢 原來熱帶的海水 是會一直流到南北極的 我們看回大西洋 大西洋 即是說現在環球洋流 動力主要在大西洋那裡 即是它走到冰島對開那裡 就沉下去這樣 這樣就會推動洋流 但是它都是 它淫不去北極 即是說現在南北極 都是自己一個 即是那裡 就是冰天雪地 就那個和熱帶那個 熱的交換是少了很多 所以我們量度地表平均氣溫 就會低了 即是這樣 即是那時 你說那時 那個16度的情況不同 是沒有意義的 即是其實都是一樣 根本就是 因為那時寒帶的地方 溫度是高一些的 因為那些洋流流到去 現在就是熱帶的洋流流不到去 流不到去南北極附近的地方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千萬不要因為這樣 因為我認識一些朋友都是這樣 幾人休天而已 就是阿佳哥 以前高於16度的 議員試過 其實這是一個不正確的理解 跟著我們想要想 因為這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總之我們知道 地球是憑偽的 就是這樣 在想 這裏有沒有問題想提出 但如果沒有 我又繼續講下去 於是我們就講到 地球會自己平衡的溫度 其實我們現在的問題 我們打破了平衡機制 所以現在我們需要 首先我們認識 總之我們要解決問題 當然要知道問題是甚麼 是怎樣的 我們都不知道問題是怎樣 是怎樣去解決 這個又很緊要 即是說原來 我們都知道原來 中國古代 就是這個已經是道家的思常 它已經有一個所謂 五行雙生雙黑的平衡原理 即將人的身體 意思是有五個子系統在這裏 這個五個子系統 它是會雙生雙黑 來達成平衡 來達成平衡 原來地球也是一樣 不過我們留意的 平衡系統 不一定是五行 即是古代人 只是找到這種 其實最少是三行 就已經可以了 可以多於五行 它就會是雙生雙黑 我們就可以看看 不過就是這樣 因為地球的五行 它是很複雜的 即是它就不像以前 中國古代講的五行 即是那個應該是一個標準 或者簡單的五行 它是複雜很多的五行 我為了容易明白這件 原來它有三個核心的部分 我只是看回那三個核心 即是如何雙生雙黑 平衡 好嗎 我們 依視乎 首先就是我們參與平衡 只是講了二樣化 其實就不止了 即是說 現在介紹就有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吸炭的生物 一個就是我們叫做吸炭的生物 另外就是一樣 就是冰川冰武 這三樣東西就會造成一個雙生雙黑的平衡 即是怎樣雙生雙黑 Suppose 例如雙生意思是甲增加 月又增加 為之雙生 雙黑即是甲增加 導致月減少 為之雙黑 即是甲黑月 我們可以看看 羽氧化碳增加的時候 大氣層溫度上升 而且大氣層裡面 含羽氧化碳多了 溫度暖了 即是否適宜了生物生存 這個 是吧 結果它愛說會生到 它是耳化生吸炭的生物 即是兩個機制 除了剛才說的生亂了 令到它容易生存 另外就是 二氧化碳多了 令到它光合作用的率高了 這個已經是證實了 即是不用高很多 因為化碳濃度多一點 它已經率高了 結果吸炭生物 又會多了 這樣 於是乎 我們就是 它就會這樣 我就是一個生一個 但是對於這個冰川冰帽來說 如果二氧化多 溫度暖了 那冰川冰帽 是不是會少了 是吧 於是乎 於是乎 這樣的時候 它就會 會黑這個 二氧化碳 黑這個冰川冰帽 我們用這些直的箭嘴 來表示 它會黑的 這樣 跟著我們看回這些吸炭生物 有些哪些是吸炭的生物 就是 最基本的物就是樹木 植物 植物就是吸炭 就是進行光合作用 就會將空氣的氧化碳 拿下來 和泥土裡的水化合 變成葡萄糖 變成氧氣 氧氣化碳出來 這個過程它就會吸了一些碳 但是我們說應該有三大類 吸炭生物有三大類 植物是其中一類 另外還有就是單細胞的組菌 智應組 原來這個才是最多的 就是進行光合作用 其中提供大層氧氣 吸走一些碳 原來最多是自營組 原來最多是自營組 就不是植物、植物 少一些 應該是四成多是植物 就有一半是自營組 就是組類的意思 就是單細胞的生物 但是它會進行光合作用 即是說它是有葉綠素在裡面 原來它們最多從哪裡來呢 原來在海洋上面 就是浮游的自營組 海洋浮游自營組 這些都是吸炭生物 一半是它 然後還有少少 原來動物都會吸炭 不過它的量不是多 原來就是一倍類的動物 那個倍類原來就是它的殼 它的殼就是碳氫鈣 原來就是氧化鈣 再跟氧化鈣化合了 就變成它們的殼 之後它就會拿了空氣裡的氧化碳下來 就是和氧化鈣化合 它也變成一個固體 而且因為這些固體最後 它埋回到地底 如果是海裡的 然後埋回到海底 就變成化石 變成了之下 它會將二氧化碳 從大氣層那裏拿走 就是這三類吸炭生物 吸炭生物多的時候 二氧化碳是否少 因為它吸走二氧化碳 所以這時候它就會刻二氧化碳 就是這樣 它刻二氧化碳 但是它只能拿走二氧化碳 地球的溫度是否會下降 地球溫度下降 結果這些冰川冰母便會上升 所以它會生冰川冰母 但是原來冰川冰母 如果擴張 就是範圍越來越大 是否令到吸炭生物會少 就是不太適宜它生 冰原地方當然沒有樹木 那些浮游組也少 所以它刻了吸炭生物 但是它生到二氧化碳 因為它令到吸炭生物少了 二氧化碳是否變多了 所以這次我們會出現一個 我們畫試正些 不太試正 就是這樣 有一個三角形 這個就是黑的 黑 黑 是否這樣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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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直線就是黑 這個好像在外面有個圓形 這個就是生 好嗎 這個我們就說 地球熱平衡 就是那個核心 就是這樣 不止的 就是有五樣東西的 想詳細想知道 你可以看 可以上我們會的網站 有一個說 地球熱平衡那篇 就會很詳細地講解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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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 它會有起伏 是吧 就是它不會說 時時都是這樣 就是有時候又高了 然後 道指又高了 又道指又高了 又道指又高了 就是這樣 就會有一個起伏 變化的平衡 這樣 我們就發覺 對 我們發覺很多億年 這個地球有了46億年 而是地球已經大層的狀況 就好像跟現在不是相差很遠 都超過40億年了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看到 這個平衡機制 幾十億年都活得很好 就是這樣 甚至原來它還可以這樣 就是說有時候太陽 那個輻射的強度是會有變化的 它有時候會弱了 有時候會弱了 但是這個平衡機是可以平衡的 就不會出事的 例如就是 它有說過 近這幾百萬年 其實太陽的輻射是弱了一些 但是也沒有影響到 這個平衡機制 應該有兩成 就是弱了20% 差不多 現在就是因為人的活動 但是人開始破壞 是不是就是工業革命之後 其實都不是 應該是人類進入農業社會之後 就已經有破壞了 那是因為為什麼會有破壞 就是正如我所說 我們是要 這個平衡機 是包括吸碳生物的 所以我們要了解這個機制 我們才知道各種事 會有沒有影響 有什麼影響 就是那個認識 就不可小的 就是那個知道 而且當然那個準確的知識 不是靠太上感應 就是準確的 就是這樣 這樣就是 這樣就是這個 原來在農業的時候 就是去清除林 第一就是要清林開牢 原來地球最早就是這個 我們叫做兩河流域 就是現在的伊拉克 現在的伊拉克 就是這個兩河流域那裡 那裡英文叫做Fertile Crescent 就是肥沃的新月形沃土 顧名思 聽過名字 那裡應該有很多很茂密的樹林 不過那些人就斬了樹來耕種 結果我們今天看到草都不生 在伊拉克的沙漠那裡 那裡 為什麼會這樣 原來你清了林 就會令到那個區域氣候會改變 因為你一清了林種野 就是首先原來 下雨的時候上回天的水 就少了很多 原來科學家已經做了這些計算 就是說如果是正常的樹林 下完一場雨平均八成會上回天 做一些雲 然後在底的地方可以再下降 但是如果你是耕地 是只有兩成下來的雨 上回天 八成會造成一個地表流走 或者下滲 就是因為這樣 令到那裡的雨水是少了很多 於是 其次還有 原來就是地表的溫度會高了 因為那些泥 射的泥 你如果多去行山 你發覺夏天很猛太陽 你摸的葉都是涼的 但是如果你摸一些泥 石頭會滾的 辣手 這個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耕地的泥土暴露出來 那個百分比是多了很多 如果正常的樹林是沒有泥土暴露出來的 是全部被掩蓋 如果在高空拍不到有泥土 即是說正常的 即是damage 不算 但是耕地是不同的 你看到很多泥土暴露出來 所以地表的氣溫是高了 地表氣溫高了 結果上天上的水分又少了 地表的溫度又高了 所以局部的氣候系統會改變了 變了越來越乾旱 因為乾旱 結果造成一個惡性循環 一直 這裏衰些 那裏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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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最後經過幾千年時間 變成沙漠 其實不止這裏 就是印度的北部又變了 和中國的新疆 青海 那些地方 甘嵩那些地方 變成沙漠 都是因為幾千年長期的農耕造成 這個亦都是造成 都會一路路 造成地球暖化的 不過那部份會慢很多 即是現在工業 會令到速度快了很多倍 不過就是這樣 那是否工業會比農業更差呢 這又未必 要是這樣 如果農業社的人 知不知有這些事 他沒有可能建立到這些知識 就是這樣 即是他沒有可能會知道 原來有這樣的地球 有這樣的意見 他沒有聽過 他懂不行雙雙雙雙雙 不過是講人的身體 不是講地球 地是球 他都未知 所以工業 即是說 令到死亡加速了 不過另一方面 他令到你的知識又多了很多倍 結果即是說 這個未必是一個壞事 其實就是 即是我們說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科學的發展 只要說 我們死亡都未知是甚麼事 不過是死亡很多 可能很多萬年之後就玩完了 但現在工業即是說 很快玩完 不過現在知道了全部的過程 以及知道可以怎樣去解決它 即是可以說 我們有全部足夠的知識 是可以怎樣解決的 現在剩下來就是 各種的惰性、惰性 所以都不是說那麽悲觀 只是知識就夠了 即是怎樣可以整理它 即是說 我們知道工業就是知道 它在這個部分 即是農業在這個部分 工業在這個部分 炭了太多氧化炭出來 我們就說原來是這樣 首先問問有沒有問題 珊瑚那些 珊瑚礁都是吸氧化炭的 沒錯 當然珊瑚礁都是 珊瑚原來 是兩種生物的互利共生 它原來是一種 只有一個組 就是剛才說的 所謂自形組 它是海洋的自形組在珊瑚裏面 即是珊瑚五環六色 就不是珊瑚本身 而是它黏了很多自形的組菌 有特別的名稱叫做蟲王組 這些蟲王組 它就是進行光合就用 它就會吸炭 還有其實珊瑚的養份 應該超過一半 由蟲王組提供 珊瑚自己都會去 珊瑚是動物 就是蟲包動物 它是靠所謂觸手 觸手 不過效能又很差 就是珊瑚觸手 這樣觸手 就是緊在這裏 黑衣都餓死 摸著手出來 所以它的效率就不好 要靠蟲王組幫它 但原來珊瑚又這樣 現在澳洲大寶椒的珊瑚 都集體死亡 現在就是這樣 是的 原因就是因為海水溫度高了 即是我們現在地表溫 我們發覺高一度半度 即現在才叫高1.2度 但其實是因為很多熱能 下了水那裏 水可以儲存的熱能 比空氣多很多倍 所以水溫高了 令到很多珊瑚會死 即是叫白化 珊瑚白化 白化即是蟲王組 就白化了 即是沒有蟲王組 大量植林有沒有白化呢 有大量植林是可以的 問題是現在沒有動力 現在應該是三個邊緣 我有個朋友剛回來香港 遲替就是聯合國 不止百萬 也叫百萬樹林計劃 現在可能十億樹林計劃 他就是負責周圍去植林 但如果去那一隊 我肯定當然不夠 最重要就是沙漠邊緣 我朋友應該幾個月前 去薩哈拉那邊植林 剩了幾個月 即是現在回到香港 香港又會植一下 然後又去沙漠邊緣 那些地方植 但是現在那個問題是怎樣呢 就是說 你沒有動力 即是一般人 你要留意 即是在這個 現在這個又牽涉到 社會政治制度 這個就是 如果是集權政府 又掛著富國強兵 他就看看做些甚麼 可不可以富國強兵 即是令到砌不砌得一些 如果問選政府又怎樣呢 那是要認人民 就是看人民要甚麼去宣布 他們就 那要是人民不覺醒 那人民不覺醒的時候 他不會認真去做 即是你現在通國有甚麼協議 他不會又不斷意地做一下 即是這樣 即是這樣 變成那個沙漠直林 那裏做得太弱 即現在可以說是 即是沒有量度得到 那個效益出現 即是這樣 那其實可不可以透過工業 譬如你將一些二氧化 但製造了二氧化碳的形體 也發了一半半床 是 現在已經有研究 已經有發電廠這樣做 你現在那個排碳 其中一個就是發電廠 其中之一 即是除了汽車 因為汽車 汽車沒有辦法這樣做 但發電廠是可以的 但問題又是那個成本的問題 即是你會發電價貴很多 而且應該現在都是 因為我看現在都是 主要的方向都是搞轉再生能源 如果我收碳是可以收得好 我又不用轉再生能源 即是我不照燒煤 可以收所有的碳 因為碳這個東西 你收下來一定是很重盤的 因為碳那個氧和氫化合 我們說是一個很低的能階 化合之後 你要提高它的能階 到一個鐵鉤的階段 才將它重新化合 變成你要提供很大量的能 才可以將它走到一個很低的能階 所以這個 現時有這個研究 亦都已經是有發電廠是這樣做的 但未到可以大規模做的程度 就是因為那個cost cost的問題 即是大量植林 和養多些珊瑚 我覺得就可以測試 因為養珊瑚就不實際 因為珊瑚是個果 原來我們應該這樣說 我知道你的意思 應該說 就等多些自營組在海洋那裏 是的 又有了 已經有研究很久了 不過 這個又另一個問題 原來有很多萬本人士反對 就是在海洋那裏 就是令到它增加浮游自營組的數量 就是增加它 這樣 直接就是德國有研究船 直接被人爬上船抗議 而且是一些環保人士 因為這樣做法 就是他們聽它叫做地球工程 很多環保人士聽到地球工程 即是立即就放下地球 就是這樣 但是我自己來說 我就覺得這個是可以 因為你是用回自然秩序 是的 血在而已 沒錯 就是你優化它 讓它能夠… 你不是違反它 沒錯 不是另外無緣無故加下去 本身是這樣 不過你現在衰了 讓我整旺一點 就是我贊成的 但是好像近來都聽些新聞都少了 即是說原因之可能 因為反對的人有很多 這樣就變了 我只要這樣看 我會說現在我們那個環境問題 不單止 即是剛才說到全球暖化熱化 是有十幾項大的環境問題 原來是這樣 大多數的環境問題 最後都是會化藥成全球暖化的 現在又講一下 即是說一些其他的環境問題 就是臨目遞減 這個應該一般中學生都會明白 即是少了樹木吸炭吸少了 當然加劇了全球暖化 原來慣行耕作都會 這個就… 一般人就不知道 即是說主流的耕作 原來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全球暖化炭 即是它會令到大氣層的二氧化 會急劇增加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來我們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這個地表的二氧化炭 原來七成是在泥土那裡 三成才是在大氣層 七成是泥土裡面 那泥土裡面 它們有時是一些有機物質 或者就是一些各種的生物 即是各種的單細胞 或多細胞的生物 就在泥土裡面 而是現在那種主流耕作 或者有些人叫做工業式農耕 即是用農藥化肥 現在大陸更厲害 即是要噴那些吹大素 即是激素 農藥化肥都不夠 原來這些措施 都是會破壞土羊 那破壞的過程是怎樣呢 就是那些複雜的有機物質 變成簡單有機物質 那些生物就會跨 跨了又變成簡單有機物質 那些簡單有機物質 就很容易就會走出來 而且很容易就會跟這個氧化合 變成氧化碳 走出來 結果我們說主流農耕是排碳的 而且因為人類的耕地非常龐大 即是說幾多千萬平方公里 是很龐大 所以那個排碳量是非常厲害的 而且也在過往被忽視的一樣 這樣 在這方面 即是稍後可以講講 有不可以搞 有的 原來也都是 即是我們吸炭的一個好方法 原來就在耕作那裏 這樣 不過現在先講 有什麼其他因素 即是會轉化成全球暖化 原來空氣污染都是會的 空氣污染 原來是會令到有一些 原來有一些污染空氣 例如那些淡氧化物 原來它的吸炭能力都很厲害 高過二氧化碳很多 那你那個積存的量很大 那結果呢 它也都是會很吸炭 那接著就是海水污染 海水污染 先講了 原來就是我們一半的光合作用 在海洋的表面那裏做 就是那些浮游組類 其實珊瑚茲只是一小部分 即是蟲王組 多數是一些浮游在水面 那如果污染了它 生存就困難了 生存困難了 就少了 少了 於是乎吸炭就少了 就是這樣 結果又會變成了 因為全球暖化 加速了全球暖化 接著是生境喪失 怎樣為之生境喪失 即是大自然的各種生物 它有自己一套的生存環境 這個環境一定不是我們的耕地 除了我現在有做一些研究 在二澳有一個叫寧干曉的實驗田 純粹是野林來的 野林又可以有修成 那你生境沒有喪失了 否則的話 你任何的田種的東西都是造成生境喪失 因為野生生物不會在那裡生存 是你人種內的東西 但我已經做了很多年這方面的研究 還有就是物種喪失 即是生物多様性劇狂 結果本來在沙漠邊邊有些東西 都可以生到現在變得生不到 本來應該有很多植物 現在變成不無之地 生物種喪失又去造成 好像現在廣東省都幾多 就是為何會這樣 就是不計田地那些 而是譬如那些林 很多是種的安樹 安樹結果 就會令到生物多樣性劇降 因為那些昆蟲又生不到 又怕了那些味道 它抽取肥的能力高過所有其他植物 結果其他植物難在那裡生存 結果它會令到 變成有樹的一個劣地 就是物種喪失 結果亦都會造成全球暖化 因為沒有其他植物、物種在那裡 變成你那個泥土的暴露率又是高了 那不可以延重呢? 因為它有經濟價值和要報數 即是說於是他已經說了 現在有一世紀以前 跟著有巴黎協議這些 都是要承諾種樹 種這些又種樹 不過就不是一些生態價值高的林 而是因為種了農民會種 它是因為它賣 用來造紙那些樹 賣來造紙 安樹又不是一定衰 如果你種在沙漠邊緣 它就有用 因為沙漠你不種它就生不到樹 安樹它就抗溫能力是不錯 其實就應該可以考慮 改在沙漠 比如說是甘肅那些地方 你就大量種安樹 但廣東又不應該種安樹 所以這次結果就看到 主要的環境問題 都是最後會導致這個熱平衡失效 變成我們要解決地球升溫 其實我們不單純純是 純粹在二氧化碳做手 而是剛才說的各方面要解決 所以我們要解決地球上生存下去 這個很大的疑問 甚至其實是有一個理論的 有些科學家說的就是外星人 現在我們知道其實在地球以外的行星系統 其實不少是有地球這些適宜人居的行星 但理論上它們應該都有高智慧的生活在這裡 但原來人類已經在探測 外太空高智慧生命探測了好幾十年 而且是很等本的 譬如在美國在沙漠排滿的 叫做電射天文望遠鏡 其實就是其中一個任務 就是去detect這些 即是說有智慧的生物做出來的訊號 應該到最近仍然未有可以肯定到外星人發出來的 這說有個理論就是說 其實就是因為所有的生物 高等生物即是說 在其他星球上的高等生物 都是遇到現在人類相同的問題 當它們發展得定的時候 即是最初的知識不夠 就抹抹那些化石燃料出來燒了 到知識夠之後不行就救不到 結果都是毀滅 其中是一個這樣的理論 所以我們就說 即是我們有一個智慧的宿命在這裡 即是這個高等生物和一個星球 會有一個智慧的宿命 即是說我們人類現在有一個挑戰 即是說霍金說不要再招印外星人 他未必是這麼善良 當然 但照道理我的理解就是 如果能夠有很高超科技來得到的 他又不會太過窮空極惡的 應該即是會 你不相信 即是科技高不代表那個品德高 有的 因為你表上看來好像無關 但其實是有關 因為原來你的科技發展 是離不開那個社會的體制 你不是可以隨便有個人說 我有些機器在這裡研究 其實是整個社會配合 你那個社會的體制好不好 這跟人的品格很有關係 即是人的品格差 我實在看一定差 差就令到那個科研很難成功 就會有這個關係 即是說當然不一定會好 我剛才主要講 會差了我的譜 但這個當然被人見智 霍金但不同意 但霍金和粒鹿都是不同的 粒鹿不是升到變金星 是升十度 因為地球以前試過 但我不知道會不會被他哄到 原來不是的就糟糕了 當然令我順其有 對 對 都是要當成會變金星去應付 對 對 大安主義大難臨頭 對 沒錯 不可以大安主義 其實如果人肯現在面對 應該有很多辦法去扭主 現在我們 不肯 不肯 我之後會一路講講 即現在一路講講 其實再生能源的技術 都差不多 即是那幾種 因為現在北歐西歐 他們很大 百分比都是用再生能源 有些預算2040 都已經全部轉了 所以在技術上是OK的 而問題是你肯不肯投放 投放的本 但這個投放本 是遇到另一個問題 其實就是 國與國間的商業競爭 因為你一定會高了 即是你用了再生能源 就算或者以前或以後會便宜 但現時我去轉都會貴很多 變了它沒有動力去做 因為令到我生產成本高了 不過未來這個就很樂觀 因為現在看到風能 這些太陽能 未來的成本都會一路路下跌 可以便宜多很多 其實就是 其實我們那個價錢 都是因為以前的一個 這些科技發展的路向 不是太好所造成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譬如像風車一樣 各國一直傾向發展很巨型的風車 但原來現在我們看歐洲 很多再生能的發電 都是靠個別的家庭去自己裝造成的 是的 這樣更好 每個家庭都有個發電站 是的 是的 其實如果以前的風車一早開始 就斟給家庭使用 現在便宜多 原來是這樣 因為現在的小型發電機的問題 原來有個問題就是 起動風速不夠低 為什麼不低呢 原來因為它用了大型發電的模特兒 那些風車它很大座 如果你用那些葉 用那些大葉的那些 它的咬力會太厲害 就一大風出來便會斷 所以它一定 就要用那些柚葉 但是柚葉的問題 就是起動風速要高才行 因為你想一想就知道 如果整個大塊葉擋著那些風 那些風少少 那些風已經有很大力推它 但是因為柚葉擁有肺炎 當然沒什麼力 變成一定很大風才能動 其實就是這方面 一早其實就是 其實我們可以有很多種設計 就是這些風車 可以很低起動風速可以發電 這個就適合那些個別的用戶 因為大型那些不用想這裏 我當然是起一海 計好夠大風才轉 但是一般用戶在家庭 很多周圍的環境 令到風不是那麽大風 如果一早發展 現在應該這些風車都已經很便宜了 他想壟斷 豈不是可以賺多些錢嗎 沒錯 這個固然亦都是 很多時候就是那些大商家 大資本家 大資本家 他就想著市場 都是由我立了 這樣 那麽來講這些就會 下一節和下一節都會講到 即是說 怎樣去解決到這樣 那你 彭先生你空有成竹 那時候 我空有成竹 但現在你講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 因為你一定 水準好有系統的攪拌出來 你便會變成難度很高 而且要扔很多本 即是我便沒有這個能力了 如果這時候 你可能找些人賺到去 他又未必買你 他未必明白你這套東西 所以問題在這裏 你這套都是浪費錢 即是賺錢的能力少 是啊 那你 煩你搞個campaign 你當然要 你看看阿哥 拍那套電影 洗多少錢 都不成功 那時候 反應不是很熱烈 他要花不少錢 那他唯一可以 就是拿到一個立貝爾獎 對地球影響 都不是沒有的 即是不是那麼大 即是不那麼顯著 因為那個利益的驅逐 你真的要看得多危險 你才肯去做 是啊 所以我們不可以淺形綠色 所以下節會講到 原來有分淺形綠色 深形綠色 即是淺形綠色解決不了 因為你沒有考慮過社會文化 那些因素 你純粹想做風車 做太陽能板這些 是不行的 因為你要想 怎樣那些人會購買你的東西 即是這樣 譬如好像中國大陸 你怎樣搞到去 美國也是 怎樣搞到他肯大量去做 即本來奧巴馬都談到都OK 即雖然不是太理想 都有一些東西 但是 但是到特朗普上場 就跟他還原了 其實我也有看過這個問題 就是中國共產黨不肯配合 是的 這是一個大問題 你怎樣去解決 舉個例子 大家有個優如期 大家遵守 那就真的可以有個優如期 那個優如期裏面 人人遵守就是你不遵守的時候 你可以拿很大的利益 是的 我就把這個空檔撓了 其他人自己不相信 現在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撓這個優如期 人人遵守 他就不遵守 他就撓得很多 所以 他就走這個空檔 沒錯 這個是其中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全球暖化 為何美國不肯簽呢 其中就是說 如果一簽到 美國那裏手帶 但是 中國又不太配合 中國又不太配合 不但不配合 它是 你用這個空檔 是賺更多的錢 是的 是的 它那個協約是這樣 發展國家 發達國家 要先實行 發展中國家 是不用做的 要到2020 因為2025才開始動手 所以他實行簽 因為簽了 是不用做的 不用做之餘 還要發達國家 是要補貼給他們的 發達國家就變成 又要立即實行牌 減碳 減碳 又要捐成幾千億美元出來 但是發展中國家 是拿錢 但是他們 不是真的去減碳 這個又是一個 他拿到資助之下 他不是真的去減碳 所以你就要另外 你不適合減碳 然後再利用這個空檔 去賺多些錢 所以呢 所以這個就不超 我覺得應該要這樣 你是要利用市場機制去做事 就是說你不要想一些 是不同的市場機制 因為那些人是 他們的文化習慣習慣了市場機制 總之我做生意賺錢 你應該要符合市場機制 這樣去搞 你就才推動得起 這就要政府那個配合 就是因為沒有想 商人是要看政府做的 不止是你直接要利用商人 那個在商現商 就是你不要去做好人 你現在就要素知這些人做生人 要美國做生人 又要出錢又要出來 又要減排炭先 其他那些完全不用動的 是的 所以就是 其實我們應該要 有一個定立了 我們怎樣才是可行的一些原理 可行原理之外 你是脫離了他們那個慣常的動機 你是不會可行的 就是因為沒有人去想 所以我要分所謂心形綠色 其實就是原來要探到這裡 其實是有辦法的 就是我用回市場機制 就要令到它去用再生能源 其實是這樣 就是要用回市場機制 例如現在奧巴馬也有想到 我覺得奧巴馬也挺行的 原來他就有一個所謂TPP 就是跨太平洋的貿易夥伴 這樣 但是被川普推翻了 原來就是這樣 原來你這個貿易夥伴 如果參與那些可以互相往還 就不用關稅了 可以互通這些大家生產的東西 不過你要符合它一些要求 那些要求包括有環保 工人那個不可以剝削 人權這些 那就是TPP 其實我覺得 當然它不是馬上變效 但長遠會很好的 就是說你想做我的生意 你便來吧 你便符合我的要求 現在講到 那裏的街子項文 就是約就照簽 但做就照做 即不跟合約做就簽 那你政府有責任 你去看它 你去看它 有沒有照做足 不是 現在不默默 現在沒有 因為世貿不是一個好的 因為它是完全無條件的 免關稅 澳巴馬 我想到它就是 有條件的免關稅 即是你符合到這些東西 就免關稅 即是符合不到就不行 但是你認證了之後 你檢查不到它有沒有符合 檢查到 怎樣檢查不到呢 檢查到之後 它可以走法律 就是說上訴 調查 這樣調查到 就是因為世貿的問題 就已經通過了 你聽我講 這個不關 就是世貿的問題 香港就是這樣 就是 那個制度 原來現在已經是 在行的 就是沒有關稅 澳巴馬的計劃 就應該是今年12月就開始 就有 反而沒有了美國份 不過就是這樣 加拿大、澳洲那些 就是他們自己有七百個國家 就會開始了 現在台灣 日本都想加入 新加坡 那些 可能最後 美國都是會加入的 所以這個 我認為 這個是一個好方法 就是說 這樣 你就可以 總之你沒有負環境責任 你說 我就先抽中你的稅 才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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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 今年10月 就是 奧巴馬的 被特朗普虽然否決了 但其他國家繼續做 所以 現在12月就會開始了 就開始實行 台灣都說要加入了 現在 是 他否決之後 這樣 又可以另外 每一個國家跟他再簽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 你搞另一個 類似的 不是很難 因為其實 你現在中國 各方面的數據 全部都知道了 美國 即是你排碳是多少 不能走 因為這些 現在科技進步 很容易又可以知道 你各方面的東西是怎樣 你只要你整 因為世貿就是不負責 所以世貿不好 就是這裡 他根本沒有設定限制 所以都沒有人去檢查 沒錯 你有一隊 人專門做這些事 就行了 是好的 又會再做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都好的方法 不過可能 就未必趕得切 因為剛才說 那個升溫是很急迫的 即是你現在一路 可能要十年八年才見到功效 其實如果歸咎一個國家 我不知道好不好歸咎 但其實真的和起就是十四億人民 那麼多人 人口其中一個問題 這個就是中國都算OK 你在控制人口都叫做成功 因為如果不是 你現在印度就是一個版 印度就是沒有控制好人口 印度它將會超越中國的那個人口 但是中國控制人口是一個很差的例子 不過它又不是一個好方法 就是一個不僅屬人權的方式 那如果沒有問題 就先說這麼多 下星期四見 好 到這裏為止 好 到這裏為止 好 到這裏為止 我們對這裏為止 我們為止